早晨,今天是10月5日,星期一的早上 今天A股沒有市,不過隔夜美股方面跌少少 市場繼續關注美國總統特朗普 染了新冠肺炎之後,病情是否有好轉 市傳,他最快可以在美國時間星期一的時候出院 儘管搬亡住,不過這個因素很可能都會構成市況方面動盪 恆生指數就叫做上升,高開580點之後 大幅高開之後升幅收窄 暫時只升兩三百點左右 形成一個陰燭到兩至三百點左右 所以留意現時市況仍然不明朗 而且要繼續關注特朗普的病情 建議大家繼續審神觀望 這浪一日不企穩24,500 都看法仍然是一個跌浪反彈